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施力田五小学校设施重建工程队,从土中挖出了合计约2600件军刀和步枪,据说这些军刀和步枪是战争时期使用的武器,此外,还挖出了约300件手榴弹和子弹等物品,据说,现在这些物品都被自卫队等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现场记者称,这些虽然都是战争时期的武器, 但是现在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枪身以及扳机,西东京市教育委员会社会教育科长挂鼓虫表示,能挖出这么多的步枪加核军刀,真,是件非常罕见的事情,这些物品全都是从一米到两米深的土里挖出来的,据说,挖出这些物品的小学所在地,在战争时期也曾是一所小学, 目前,西东京市正在调查这些刀、步枪以及手榴弹等武器被埋藏的原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